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唐纳德·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他有权对卡玛拉·哈里斯进行人身攻击 并加大了对他的猛烈批评 指责他破坏经济和边界 特勤局计划在他的户外集会中设置防弹玻璃 以保护他免受暗杀威胁 这些举措是否会影响他的竞选活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2023年下末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在新泽西州的高尔夫俱乐部 举行了一场备受主目的新闻发布会 活动氛围既充满紧张 也带着些许戏剧色彩 这次发布会不仅吸引了数量有限的支持者 也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关注 特朗普在活动中再次展示了他 特有的直言不讳和挑衅风格 特别是当他谈及民主党对手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时 新泽西州的新闻发布会 在这次长达半个多小时的新闻发布会上 特朗普严厉抨击哈里斯 指责他和总统乔·拜登的政府 特朗普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 他说卡玛拉·哈里斯 是一个激进的加州自由派 他破坏了经济 破坏了边界 坦率地说还破坏了世界 特朗普的言辞犀利 情绪激昂 显然对他所面临的刑事指控 感到极度愤怒 特朗普进一步表示 他认为自己有权对哈里斯进行人身攻击 因为他将司法系统武器化 来对付他和其他人 他毫不掩饰地说 我对他的智力没有太多尊重 我认为他会是一个糟糕的总统 在谈论经济问题时 特朗普展示了一桌日常杂货 包括速溶咖啡 寒汤早餐麦片和糕点 他用这些物品来强调生活成本的上升 他指着一盒麦片说 我很久没现过 Cheerios了 我要把他们带回我的小屋 这些物品成了 他对拜登政府经济政策的批评工具 特勤局的防弹玻璃保护 然而 这场新闻发布会并不是特朗普 近期唯一的公开亮相 就在几周前 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的一次户外集会上 遭到暗杀未遂 这事件让整个特勤局重新审视其安全措施 那次事件中 一名枪手从约400英尺外的屋顶上 向特朗普开枪 擦伤了他的耳朵 随后 特勤局反狙击手迅速回应 击毙了枪手 这次暗杀未遂事件后 特勤局决定 在未来的户外集会中用防弹玻璃 包围特朗普的讲台 这一措施 通常只为现任总统提供 但此次也被用来保护特朗普 这块大而笨重的装甲玻璃 需要广泛的后勤支持 特勤局计划在全国各地 储存几套防弹玻璃 以便可以快速运送到集会场地 特勤局的这一决定 是在巴特勒集会后 由时任特勤局局长金奇特尔做出的 特勤局还加强了对特朗普 和其他重要政治人物的保护 这其中包括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 副总统候选人 俄亥俄州参议员 JD万斯 和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 沃尔兹 内部变动与竞选策略 除了安全保障方面的改变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也在这个夏天进行了内部调整 科里 莱万多夫斯基 泰勒 布多维奇 亚利克斯 菲佛 亚利克斯 布鲁斯维茨和蒂姆 穆塔等多名前助手和顾问 被正式纳入团队 这些人都曾在特朗普的过去竞选活动中 发挥重要作用 特朗普对这些改变 表示了极大的信任 他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写道 他的管理团队 由克里斯 拉西维塔 和苏西 威尔斯领导是最好的 这一组合 旨在为特朗普的竞选活动 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 特别是面对拜登政府 和卡玛拉 哈里斯的挑战 特朗普在内部变动后的首次公开活动中 展示了他一贯的强硬态度和自信 他不仅大肆批评哈里斯和拜登 还强调了他对美国未来的愿景 这些活动 让人们再次看到了 特朗普那种特有的魅力和煽动力 安全措施的挑战 尽管特勤局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 来提高安全性 但在巴特勒集会中 仍然存在一些安全漏洞 特勤局反狙击手 当天未能与当地执法部门 进行无线电通信 这一问题 延误了关键信息的传递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国土安全部正在协助特勤局 成立一个委员会 探索永久建立统一通信渠道的可能性 这将使特勤局 联邦执法官员 以及协助该机构的州和地方执法官员 能够更轻松地进行无线电通信 代理特勤局局长 罗纳德 罗透露 这一小组将由国土安全部长 亚利航德罗 马约卡斯的高级执法顾问 西瑟方领导 他是前旧金山警察局局长 这一举措的目的是 确保未来的户外集会中 不再出现类似的通信问题 提高整体安全水平 未来的挑战与展望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特朗普将继续他的竞选活动 并计划恢复户外集会 他明确表示 他不会放弃户外集会 因为这能够吸引更多的支持者 在未来的集会中 防弹玻璃将成为他的标配 这一措施 也体现了特勤局对他安全的高度重视 然而 这一切的背后 特朗普的竞选策略 媒体形象 以及对手的反应 都将对2024年的选举 产生深远影响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特朗普的每一步动作 都将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而他对卡玛拉 哈里斯的猛烈攻击 也预示着未来的选战 将更加激烈和不可预测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特朗普说 他有权对卡玛拉 哈里斯进行人身攻击 我们要记住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 特朗普只是行使他的第一修正案权利 这并不意味着他应该受到谴责 再说 这位前总统的个人风格就是这么直接 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但这都是民主的一部分 楚天书 你说得倒轻巧 但是言论自由不是无限的 特朗普的言论不仅仅是直接 更是对对手的人身攻击 这种行为让人想起罗马竞技场上的血腥对决 这并不是民主的真谛 况且作为一个前总统 他应该展现更多的政治道德 而不是像个职场虎妈一样对对手咆哮 好吧 谢琪琪 你说特朗普像职场虎妈还真是有点意思 不过 让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例子 林肯在他的竞选中也曾经被对手无情攻击 甚至被称为黑猩猩 政治竞选本来就不是温情默默的茶话会 而是战场 再说哈里斯作为副总统 有责任接受来自各方的批评和攻击 楚天说你还真会找例子 比起林肯 我更想说说汉尼拔和罗马军队的对战 特朗普的言论更像是汉尼拔的策略 充满了攻击性和挑衅 但这种策略只会让本来就已经分裂的国家更加对立 政治人物应该是剑桥的 而不是炸桥的 谢奇奇 你说炸桥这个形象真是生动 不过特朗普的策略在某些方面确实奏效 2016年他成功逆袭当选总统部就是证明 他的支持者觉得他是为了他们而战 不是吗 要知道 在美国 选民期待的是一个能够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领袖 而不是一个只会说好话的人 楚天说 你这么说也没错 但是别忘了 特朗普的言论自由也应该有道德责任 他不是普通人 而是一位曾经的总统 他的言行举止有着示范作用 如果他继续这种人身攻击 那么未来的政治氛围只会更加恶化 这对整个国家都是一种伤害 就像在足球赛场上 球员再怎么情绪高涨 也不能因为不赏就踢人吧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 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好